歡迎收看 命運好好玩 大家好 我是何篤霖 我是郭敬辰 你有覺得最近 風台如果過了 這麼痠痠 做事做成這樣 所以說八字再好 你這麼痠痠痠 都不好 都是枉然 健康多重要 來 趕快歡迎我們命運老師 給我們玩看看 這拍我們當時的走 來 首先歡迎黃悠福老師 大家好 老師好 大公 今天老師 都不會痛 對 都不會痛 好 來 接下來歡迎吳美玲老師 老師好 我會老的 好 接下來歡迎黃子龍老師 大家好 來 歡迎幾位來賓 首先歡迎我們的 加拿大肌骨神經醫師 黃如玉 你好 黃醫師好 好 來 接下來歡迎我們的小甜甜 甜甜 大家好 來 接下來歡迎蕭惠姐 惠姐好 大家好 來來來 講到腰痠背痛 對 蕭惠姐常常在拍戲 長年的 長年在拍戲 這腰痠背痛很辛苦 對 而且我還摔了好幾次 就是在拍戲的過程 我去年一月份又摔了一次 而且是大一匙刀 阿滴的角色 你又不是俠女 你是有這麼多動作戲要摔到嗎 你演仙女還是演什麼 一直吊鋼絲掉下來 沒有啦 其實我們從以前唱歌到演戲的過程 我記得以前在最早在中視的時候 我們去拍遊戲 有一陣子非常的風行 玩遊戲的 跳麻將格啊 什麼爬什麼山火一堆 我就從那個大概兩層樓高的 跳麻將格 可是我有去高正耶 那結果我也是傻乎乎 我就想 沒關係 反正那一個人選三種遊戲 我就跳嘛 我一上去喔 真的是 一點感覺都沒有 跳第一格 第二格 醒了 我就摔下來 一摔下來的我的腰 摔到哪 整個脊椎啊 就這樣摺 摺成這樣子 結果那個攝影師 還有那個主持人是歪哥 就泳正好這樣子 他就說 你看你看老年人 還敢玩這種遊戲 你知道我已經痛到 我都真的要哭得 站不直了嗎 站不直了 我就是整個這樣子讓他拍 拍到最後他們說 好像真的很嚴重耶 他們就叫我在那個城宮裡 不是有斜坡 一顆一顆的大石頭 我就躺在那邊半個小時 起來以後我就變這樣 我就不能彎了 又變僵直了 對 好可怕 妳從小時有做運動的女生嗎 沒有耶 但是喜歡 也沒什麼運動細胞就是了 對 很多 其實很多觀眾朋友是這樣 就很多女生 平常也不太上體育課 也不太運動的 忽然什麼事情扭到拐道的時候 自己那個反應 就不是很協調 對 就沒有那麼協調 對 妳講到那個 我記得我在念國中的時候 也是從來都不穿體育服 那大家就想 有 因為那時候他們號稱說 我是我們學校的什麼什麼的校花 那所以我有特權 我就都沒有穿體育服 可是有一天我心血來潮 我就很開心 我終於穿了體育服裝 我就在那個走廊 我就這樣自己 跳起來 一跳完了 我好糗喔 因為我整個跳了之後 我的尾椎就往地上這樣 啪 下去 好痛喔 可是因為還小嘛 國中生 所以覺得只是沒面子而已 我就又忍了 然後經常經常一直到去 這種摔法很多耶 有 好像很多 現在小朋友 學生的時候念書 最喜歡玩 人家一坐下來 我們把椅子撞開 超危險的 有沒有 超危險 超危險 你看整個脊椎的骨頭 等一下 就完了 我形容一次我在 我那時候在香港拍戲 然後住飯店 我在洗手間 為了要撿東西 然後我沒有 沒有注意到我後面就馬桶 所以我就這樣下去 所以我們的尾椎 這個骨 直接就 就是馬桶邊邊你知道 我直接就這樣跪下去之後 完了我就起不來 起不來 好啦 其實也沒有太嚴重的什麼 就是特別去看醫生什麼 可是之後我只要坐 長途的飛機 或者是看一場 兩個小時的電影都好 我就痛到要一直換邊做 要一直換邊做 因為中間是支不了力 然後會痠痛 一直到現在 這麼多年 那就都沒治囉 大概有15年了 我覺得 在這個地方 我是女明星耶 醫生你幫我看一下 我這個尾椎 多害羞的事 當然我就沒看醫生 可是真的很 我跟你講會很難看 因為都不好意思對不對 我也去看過中醫 用針灸 而且我先生都說 蛤 灸哪裡 對 你問對了 我穿著牛仔褲 他的針灸很長 我就趴著 他真的從牛仔褲 這樣針灸我的尾椎跟腰 穿過衣服這樣灸啊 對 來 真的 所以剛剛女生 尾跡怎麼就醫 這也是一種 還怕害羞 人生病 誰不摔跤的 我們來問一下黃醫師 很多人腰痠被弄 或者閃到 以為沒事不理 其實 一下子沒弄到 一輩子跟著你是不是 對 其實剛剛聽到 那種等到的 那種很多 然後如果是年輕 很年輕的女生 到後來她生產的時候 其實是會有一些困難的 有人伸到尾椎斷掉 伸到 因為它那個態裡面 就是尾椎 它是有一個角度的 那你等到的時候 它就會往另外一個角度 凹進去 可是你生小孩的時候 要把它弄回來 所以它在最後端 最後端的地方 它是會被 就是凹到 有點像骨折這種狀態 對 所以它那個其實 非常的嚴重 那有一些其實就是 大家覺得說 好像沒有那麼嚴重 比方說摔過 然後之後 好像又好了 又沒有什麼感覺了 然後頂多就是天氣 比較差的時候 有一些酸痛感 酸痛痛 對 可是時間久 我們就遇過那種 就是也是大概 40多歲的媽媽 久了之後呢 她就就是覺得有 就是一次 兩次 三次 好像都會自己好 可是到第五次的時候 怎麼不會好 然後過了很久之後 她就覺得 不行 我要去看醫生 然後片子照出來 然後結果就是 脊椎滑脫 什麼叫脊椎滑脫 對 滑脫是什麼 就是它的骨頭 其實應該要夠穩定 可是它不穩定 它就滑來滑去 它彎腰的時候 就跑到這邊來 往後腰就跑到這邊去 好恐怖喔 那人不是 好像那個木偶斷了線一樣 它就是 其實它是韌帶 有一些撕裂傷的關係 所以它就不穩定 那不穩定之後 會發生什麼事 旁邊就有神經 你碰到神經 就開始觸電 所以就是腳 就突然有觸電般的感覺 麻麻 痛痛 對 時不時電你一下這樣 對 然後就是 到那個時候 我們基本上 就只能去鞏固它 那那個在觸電之前 它都不知道會這麼嚴重 可是觸電之後 那怎麼辦 那醫生建議開刀 可是我們 他當然是覺得說 我不過蕭酸背痛 怎麼會搞到要開刀 後來其實也是 慢慢慢慢 要透過很長的 很漫長的復健 慢慢把肌肉穩定住 然後就避掉 開刀這一關 把肌肉穩定住 靠物理治療的方式 對 就是等於是 我們的脊椎 它其實要搞到 就是滑來滑去 它旁邊的韌帶 基本上都沒有什麼力氣了 那韌帶本來 是沒力氣的 你覺得肌肉沒有力氣的 拉不住它了 對 所以韌帶其實本來的 它的功能不是用來固定 它本來的功能不是用來支撐 是用來固定 那你這個固定的東西不見 你就要用別的事情 別的東西去支撐它 所以你就要練你的肌肉 就是等於你的肌肉 要去取代你韌帶本來的功能 所以你如果夠壯的話 它就可以支撐住 它就不會滑來滑去 那這樣講 所以說我們年輕的時候摔到 還一時半刻不會痠 那是因為我們的韌帶 還很有力 天生的 可是我們今天年紀大 韌帶鬆了的話 就會開始有這些狀況 它就開始不穩定了 就不穩定 那這時候如果肌肉 又沒力氣的話 韌帶沒有受過傷 不會無由故鬆掉 人老就會鬆 基本上它有高風險跟低風險 如果你沒有摔過 然後你也平常有一些 就是基本的活動的話 它基本上不會那麼容易鬆 韌帶其實很堅韌的 可是如果說你摔過很多次了 或者是你有長期的一些壞姿勢 壞習慣 然後就讓你的韌帶 其實今年累月是在耗損的狀態 那的確就會比較有這個機會 讓你的韌帶是比較不穩定的 是… 然後施造 當然 這個游甫老師也可以幫我們分析 有一些命格的人 的確他是天生 筋骨比較弱 我們是用命格看 一個人的八字命理來看 是 在我們命理有一本有名的 叫冤海子瓶 冤海子瓶 關於這方面有提到 這個有名的這兩句話 我就從這兩句話來做個說明 是… 首先第一個 筋骨疼痛 蓋因 木被筋傷 就是你的八字裡面的木 木就是代表筋骨 筋骨被筋傷 就是被筋來克木的意思就是了 是… 那我們在八字裡面 它有例如火是代表心血管疾病 是… 是代表呼吸系統 那麼其中木就是代表筋骨 好 那這什麼樣的命格 會有這種現象呢 首先我們看一下生肖 生肖是老虎或者吐 因為老虎或者吐它是木 木被筋傷 筋是什麼呢 秋天 喔… 就是筋嘛 就是說農曆的七八九月 然後… 秋骨秋吐 也就是說剛好這是金來克木 是… 那如果說你是配到 剛好這樣的八字 或這樣的命格的話 那你的身體呢 就很容易發生這樣的現象 木被筋傷 就筋骨疼痛 唉唷… 另外一句話 那另外一句話 我們在中醫學上講 你筋骨疼痛一定是怎麼樣 太冷 太濕 太寒 是… 所以下面這句話就是 寒濕纏身 亦有關節疼痛 一樣啦 這關節就是講筋骨啦 筋骨疼痛就是你全身裡太濕 太寒 對… 那有這樣的命格剛好復合呢 是哪一個呢 就是… 如果生肖是屬猴跟屬雞的朋友 這是金 然後呢 生在冬天 冬天是寒冷的嘛 唉唷… 十月… 十一月…十二月就是冬天 這叫金寒水冷 這是金寒水冷 那當然你這種容易… 我們從來也聽到人講嘛 我們說不要睡地上 為什麼我們說不要睡地上 惹… 濕氣… 不要睡山洞 當然… 以前在金門當兵睡山洞 出來回來一兩年回來 全身裡的筋骨痠痛 不用金門 我去陽明山上面的軍營探過朋友 好可憐喔 他們的臥鋪啊 牆壁上面一層水氣耶 太潮濕 太潮濕了 是一定會的 所以就是這樣子就容易筋骨疼痛 一個是墓背筋傷 一個是全身體含濕 那在這方面來講呢 我們命理學也有一些 強筋撞骨的方法啦 當然命理學講這個事情 好像有點格格不入 事實上命理學常常叫人家開運嘛 對 比如說你要往東走往西走 穿怎麼樣顏色的衣服 幸運數字是幾號幾號 你好像能夠開運 那事實上命理上也有對於 這方面他也講一些讓你 開運的方法 是喔 我們來聽聽看 當然只能做參考 因為這是命理的說話 不是健康的說話 真的健康當然要運動嘛 你要筋骨強壯 要適度的運動 從小要怎麼樣怎麼樣 培養 這才是正確的 不過這個命理可以做參考 第一個就是要穿青綠色的衣服 因為它是木嘛 然後多吃綠色的蔬菜水果 這都是代表木的關係 因為我們木就是代表筋骨吧 加強木的力量 第二個呢 居家擺設風景的圖畫 風景例如山水啦 森林啦 這都是有木嘛 然後呢 綠色的盆栽 家裡放一些 當然不能放太多 家裡會太潮濕了 太潮濕了 身體健康不好 適度的有綠色的盆栽 加強還是一樣 加強春天 加強木的力量 好 第三項呢 不要佩戴或者少佩戴 金銀的手勢 因為金銀手勢是金 就會刻木 如果你身體本來的木氣 已經不行了 來金來刻木 那反過來你可以配戴什麼呢 一些有中草藥的這種香囊 香囊 就是端午節的那個香包 就像長年的袋子 絕對 那香包也很怪 對啊 沒有 當你不要戴的時候 燻得你全家都是 你可以學董營哥 他說別在這個腰帶褲頭上 可是那背就是長輩啊 是圓外才這樣好嗎 好啦 沒關係 為了身體健康 沒有在比長輩的 我們再跟你做參考 這是秘密上的參考 我還是講正確的方法還是多運動 還是那句話 是啦 真的 都去請問專家 這才是正確的方法 另外民俗上也有一個方法 民俗上是這樣子講 你可以送春牛圖 或者在家裡掛春牛圖 什麼叫春牛圖 直接講春就是木嘛 就是木嘛 牛就代表金骨強壯的意思 就叫它春牛圖 春牛圖以前在鄉下常常可以看到 進來越來越少了 以前在鄉下你看人家家 上面都會掛一個春牛圖 什麼呢 或者說農民歷通常都會有的 講節氣跟過年這些關係 但是我們一開始把飲食來 春牛代表耕種 錢財 財富收穫更多 另外一個就代表金骨強健嘛 像這種也算是春牛圖啦 春牛嘛 這代表財富的意思 它拖了很多大餅 不過這是金銀財寶 金銀財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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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到的都是金銀財寶 您看到是大鞭腿 對 像這種春牛圖 各位順便做參考 這個春牛這個是叫盲繩 這是在於通常我們農民里面都有 那我剛剛講過 以前的春牛圖它是貼在牆上的 那就代表祝福你 讓你全身體身體強健 那麼天生筋骨特別的好 或者說這裡所講的 好 這個 強金壯國的意思 就是這個銀財寶 有這樣的意味在 可以當參考 對 來 謝謝老師 但是講到說這個筋骨痛 或者什麼脊椎 這個有時候也很冤枉 像小田爺 小田爺有時候也想說 我這邊痠 我那邊痛 他說你是在噴笑 真的 你怎麼好 真的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棚內 然後那時候就是 他們本來分配是女藝人 就是男藝人會放墊子 然後女藝人就跳上去跳上去 看可以跳多高 可是怕女藝人 可是我們沒有綁那個鋼絲 是靠自己 可是因為女藝人摔下來的時候 男藝人會救 那到我的時候他們就想到一個梗 就是說 你自己給自己 就是等於說我自己塞自己跳 自己塞自己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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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 然後自己摔下來看誰會救你 然後其實你一摔的時候 大家全跑掉 對 大家全跑掉是重點 然後我就一直用到滿高的 我本來還很開心 想說天啊我好高喔 然後就砰 就這樣摔下來了 那妳就背著地嗎 對 是整個這樣背著地 真的 然後也有好多次是 因為我是 就是像水 遊戲上水像遊戲節目 他們會搶嘛 可是通常都女藝人跟女藝人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我永遠都太高登山 妳跟魔王是不是 我本身就是魔王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真的 我就是魔王的角色 所以他們就會找一些 如果民眾還跟你不管 就會找很大隻的 或者是他們跟我比的時候 就會找男藝人 可是男藝人真的還是比較壯 會這樣擠啊 尤其在那扶板嘛 就小小扶板 就會擠啊 就會踹啊 就會把妳踹到水裡 所以這個我的脊椎 真的從以前這樣 日裡淚 日什麼雞 日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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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神 日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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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年吧 開始我就莫名其妙 腳就會一直自己麻 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自己麻自己麻 那一開始我就先忍忍忍 然後到後來我就覺得它麻的 太...的頻率太高了 就是我沒事它也麻 而且麻完左邊換右邊 然後你躺著的時候也會麻 我現在還是找那種比較傳統的 就整骨師 他就說你坐著心筋上到 他就說可能是你脊椎 到尾去跌到你的心筋 你才會腳麻 可是聽上講就還好 因為他就把你這樣叮叮叮 你有聽到這種聲音嗎 有啊 他就... 然後他就這樣甩叮叮叮叮叮叮叮 你脖子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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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不然我才算打打的 然後上面就扭用 因為他就上去這樣踩 然後他會上去幫你踩 然後用腳幫你開穴 就叮叮叮 這樣子 然後不是開完之後 你是真的有覺得 馬上一尾活容 然後就好了 你知道人很奇怪 你只要聽到那個叮叮叮 你就安心了 因為你覺得它開了 你就會覺得它開了 而且後來我前陣子有遇到一個 人家介紹我去一個人家的整骨的 他就說其實如果你要治療的話 他要從手進去你的肛門幫你調 我聽過這個 也以為人家在開玩笑 可是人家講真的 好像在勾最後一節 尤其是撞到的是不是 就是我這種拉 我這種症狀 所以要勾進去把它拉回來 對 它從肛門進去 真的嗎 完事 真的 真的 黃醫師 您的招數也是這一招嗎 我有聽過這樣子 就是COLA很舒服 那是有兩種 可以給他一招 有兩種舒服 我一個是真的治療到變舒服了 另外一種是不一樣的 感官享受 那是不一樣 可是你知道 因為那時候我去 本來我還想說好吧 不然我就豁出去好了 為了好不然就讓他進來好了 就是手 你去了 可是重點是 現在他們不願意做了 他們說現在因為有點就是 侵入性的侵入性 他們說不可以 怕女生有時候又回過頭來 說告人家什麼訊息 才就講得清楚了 我第一次說 不然你來啦 我不會 我不會 你來啦 我不會 我不會 他不要耶 然後他就整 我就是真的想說 不然你試看看 可是因為這就是比較民俗療法 那後來我覺得太嚴重了 我還是有去看西醫 可是西醫的看法就比較不一樣 他一開始先幫你照X光 但是他說X光是平面的 他只能看到你大概的問題 他就後來他就跟我說 你這個要照那個核實共證 對 那我就去照了核實共證之後 他就跟我講說 就像你講的 我是第五節的追功斷裂滑脫 這麼嚴重 是真的 然後我就想 而且我還很鐵齒 我還找了超多家 因為你有核實共證之後 你就直接拿那個資料 去給他們看就好 每一間西醫都說一定要開刀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我已經有告訴你了 就是如果你之後再不治療的話 你有可能會嚴重到大小便失禁 是沒有辦法自己控制 那時候我就想說 脊椎會有關聯嗎 他就這樣講 而且他還要叫我簽一個切結書 就是表示說 他有告訴我嚴重性 他已經告知知惠我了 我還簽 而且這些筆劃的人很耐壯 然後又不愛看醫生 很耐壯是不是 就是你把它撞到 有的人撞到 是你看醫生 不會覺得痛啦 就是 他撞到痛痴 他待會判斷 他不會癢 對… 他又繼續在做他的事喔 然後他很痛的時候 勉強去看一次醫生 回來他是沒有後續的 對 我們這邊問一下黃醫師 剛剛講的什麼 整椎啦 整骨啦 這些方法真的有用嗎 其實在台灣啊 我們會發現這種 整椎 整骨或國術館 他們都是屬於民俗療法的一種 然後他們就是 就是一直傳承很多年 那基本上因為 其實沒有一個 我們沒有一個法規 或者一個 可以讓民眾去找的那種 所以多半都是口耳相傳 所以我相信有很厲害的 可是也有真的 很多會就是一個不小心就 就是我有聽過很多很多的案例 就是弄完之後 那個手麻掉的 腿麻掉的 什麼都有 就是沒治好反而更嚴重的 對 反而更嚴重 其實所以都有 那其實說在國外的話 我們會有一定的 就是學校的教育制度 然後規範 然後他們就是叫做 幾骨神經醫學 所以我那時候 那現在是最新的治療方法嗎 對… 就是它就叫幾骨神經 這是香港的書 香港的… 對 它是那個 香港職業級醫協會出的書 那那個是離我們最接近的就是 其實它就是幾骨神經醫學 然後它就是幫助大家 能夠處理這種腰酸悲痛的問題 因為如果你不開刀 那你能怎麼做 就是吃藥嘛 那要不然呢 吃藥也只是止痛 對 它沒止痛 它不能夠止麻耶 對啊 所以它其實 我們在國外的話 就是幾骨神經醫師 它就有很多的方式 那有包括什麼樣的方式 包括大家可能看過 有點像那種徒手治療 有那種酷酷酷的聲音 可是他們是經過很長的訓練 八年的訓練 然後最後能夠去做那種 比較專業的這樣子的治療 那我自己本身的話 是用工具 因為 對 它長得像這樣 這好像翻山的拐杖 開紅酒的是不是 對 表演一下 它就是一個工具 麻里酸麻里麻 喝一瓶之後就好了 沒有 它就是有一個彈動的力量 它就會把他扣這樣一聲 然後它就是在關節上面 其實我們在國外來講 就是比較多處理這種酸痛問題 就是處理關節 肌肉 然後骨骼 那這樣子 你這個 它是要把它鬆脫的 把它戴回去了的意思嗎 它都會想像說 我們把它調回去 可是其實我們是讓關節 因為關節它要有一定的活動度 比方說像我們的脖子 可以轉到這邊 它就是關節一個一個要有活動 可是如果你轉不到的時候是什麼 是其中有一些關節卡住了 對不對 那卡住之後 我們是用外力 讓它有更多的活動度 所以我們沒有要讓它去哪裡 我們就是讓它更多的活動 意思 就是說 它卡住 你就用這個 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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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 它很像冰槍耶 很像冰槍 有點像破斜器的原理是嗎 就是它就是 因為我們每一個關節 它旁邊都有韌帶 然後它關節腔裡面 都會有一些包括空氣 然後包括它中間的那個 關節的潤滑 那所以我們就是透過外力 讓它能夠有一些活動 其實我們主要就是 讓它能夠活動這樣子而已 對 我覺得應該現場請黃醫師 示範一下耶 對啊 那會痛嗎 我們可以... 其實它就是一個像... 我痛嗎 我要脫衣服 不能不能在... 不能不能在背上 我在手上幫你 對 就是像手的話 你手會抹嗎 我這樣滿酸的 這樣滿酸的 其實我們在調的時候 只會在關節的周圍 那關節周圍的話 譬如說像這邊有手肘的關節 這邊就有肌腱 那肌腱旁邊 像這邊就會比較酸痛 很多人他們手 可能昂花手機這些的 所以我們就會從這邊 去做一個像這樣輕輕的 彈動力量就這樣子 你會痛嗎 彈下去不會痛耶 對啊 不會痛 可是它按的時候比較痛 它就是一個力量 就是讓... 它是屬於就是速度上比較快的 去一個彈動的力量 那我們當然不會去 就是只有這樣子一下 我們會從不同的關節 本身知道那個角度 讓它能夠有更多的活動 其實主要的目的在這個地方 是 黃醫師 現在我覺得好多人 都有同樣的問題 就是可能醫師診斷完 哎呦 還要你牽什麼 告知證明 講說要開刀喔 這樣不開刀可能會失禁 可是我們第一個想 都會想到李佩清 對不對 你都忘記他的主打歌 但你都會記得他做人 這是因為開刀開的 都嚇死了 開完之後 反而就是變半身癱患 對啊 那你講這個 那我們通常其實 比方說像滑脫的問題 它就有分程度 它有分四個程度 如果是前面兩個程度的話 我們都建議不要開刀 除非到第三第四集 然後真的比較嚴重 也許就只能透過 開刀這一條路徑 那所以你在開刀之前 一定要想清楚 它的好處是什麼 它的風險是什麼 它的好處是什麼 好 不會痛 可是它的風險有什麼 就像你說的 就是因為我們會放置物進去 對 比方說是骨釘 或者是人工追尖盤 或者是人工的那個關節 那在這樣子的狀態裡面 它跟你的骨頭 能不能黏得很好 你今天如果不小心 又撞到的時候 它會不會鬆脫 對 或者是說 像我之前就有一個好朋友 她是住加拿大 她的媽媽就是因為 就是那個時候很不舒服 我叫她不要開刀 她還是去開了 開完之後 就是像你說的 就是要她放骨釘進去 她是三四五節駕住了 結果呢 老人家骨質疏鬆 所以她冬天打一個噴嚏 它上面那個整個垮下來 然後掉下來之後 就是壓迫性骨折 痛到它沒有辦法就是移動 然後後來 她就只好就是再去問一聲 醫生說那你就只好把它 本來的拆掉 再裝 然後更高 天啊 你這樣講得好像 海沙屋在裝潢有沒有 是不是這概念 我跟你講 不要講老人家什麼骨質疏鬆 我有一個男生的朋友 他發生這個事情的時候 了不起25歲而已 他就是一個壞習慣的人 他每次打噴嚏 都好像 好像那個春蕾翔的一樣 啊 這樣子 然後身體很大幅度的擺動這樣子 後來他又來了 就是有一次就是突然間 又這樣一來的時候 他完了就回不來了 他就剛好在他家的走廊裡頭 他就這樣扶著 因為不知道是脊椎 就是什麼狀況 他就回不來 之後就是這樣子 被家人送去醫院之後 也是開刀 然後就是一輩子要穿鐵衣 還甚至跟他講說 你可能對於未來的生殖 就是你這方面的能力 如果你不好好復健的話 都會有影響 真的假的 就這麼嚴重 太誇張 只不過是打噴嚏 因為他如果說是壓迫性的骨折 他其實就像就是骨頭 他就是整個垮下來 然後垮下來他要去哪裡 他就是有得到後面中樞神經 然後後面的神經 他就會影響到整個下半身 壓到 壓到 對 然後包括大小便的問題 然後還有生殖系統 所以他其實是有風險 因為很多尤其是長輩 他很希望說 我這麼不舒服 我是不是開了一刀之後 就好了 然後我就不要痛了 可是他其實有很多其他 就是你要去評估的風險 當然我們也有看過 就是很簡單的 現在有很多那種微創手術 稍微把那個裡面 稍微清一清 這樣就好了 對 那其實是術後的復健很重要 因為大家都覺得 好了就不管它 可是術後要復健 為什麼要復健 會惡化下去 或者是同一個問題 又再復發這樣子 從它上面是這邊高 下面是這邊高 對 很明顯 會高高低低的 對 就是像這樣 然後兩次 怎麼會這邊好像 找人在胸部這樣子 為什麼會真的嗎 它這邊高 這邊高 對 大家都看得到 這是很典型 就是心臟在左邊 是不是有些姓名比劃 可以呈現出來 其實這個人的身體 很容易出毛病 有 其實我們的身體出毛病 都行為反作用力 你有平常有這樣子的行為 你的身體就長期的 出同樣的毛病 我們先來看 這種就是特別的 容易筋骨 腰痠 背痛的 就是跟這些做骨神經 都有關係的是哪些人 這個就是看我們人格 人格就是我們的姓 加我們的第二個字 就是我們的人格 然後我們看看 這個有這些筆畫的人 有11畫 16畫 21 26 31 36 有這些人格 可暈可暈 有 16畫 有 有耶 像你26畫也有 你知道嗎 我們人格有這些筆畫的人 他平常的行住坐臥的動作 都比較大 然後個性都比較大啦啦 然後坐椅子喜歡坐舒服的 床喜歡躺舒服的 對啊 我應該也會 我是耶 就是那個椅子一定都要軟綿綿 很舒服的 床也要很舒服的 其實這個就是你從小 這不就是辛苦就是為了追求這個 不會 有的人坐姿他就是挺的 有的人就喜歡坐硬的 但這些都是喜歡舒服的狀態 我喜歡舒服 我喜歡舒服啊 對 就他站姿也喜歡舒服 有的女生就會站著這樣子 他沒有關係 反正我舒服就好 他不會去挺 不會去幹嘛 那因為他長期的 從小的知識的關係 他的坐姿 他的睡覺 然後再加上他是大啦啦的個性 而且這些筆劃的人很耐狀 然後又不愛看醫生 耐狀什麼意思 就是你把它撞到 有的人撞到 所以你看醫生 不會覺得痛啦 就是 他撞到聽著 他待會兒拔拔 他不記得了 對… 他又繼續在做他的事喔 然後他很痛的時候 勉強去看一次醫生 回來他是沒有後續的 對 然後這些他只要不痛 他絕對不會看 但是有一些人 是天天就在看醫生的 所以有這些筆劃的人 天生就是出線條 然後本身大啦啦 常常是這麼酷到那麼濃到 所以他長期 我自己也是這樣 不會常常身上很多瘀青那種 常常 就是比較滿培 所以我們的行為改變之後 我們這些病痛才會好 行為沒有改變的話很難的 然後再來我們看另外這種 這種就是手腳常常會麻的 腳麻糬 腳麻糬吧 這個就是有10話 20話 30話 40話的 有這些筆劃 你們要怎麼可以 對啊 怎麼會 消費解決30啊 你本名是哪一個 這個本名 這個藝名 對 我也是改過的啦 這又會改過 所以等於說你本名跟藝名都會 對啊 我們行為會反作用力嘛 你改過 你的名字改這樣 那你的行為就會變得比較爽 就會比較大啦啦 所以你就會常常去撞到 所以有時候我們改名字 我們改名字也會影響我們 那我們自己如果我原先的名字不好 其實調整一下你的思想行為 你的健康啊 健康是不會變 但是你行為變 就比較不會常常去做重複的動作 再來我們看這些 這些就是比較容易手腳麻的 有這些筆劃的人呢 他天生腹科毛病比較差 然後內分泌比較容易失調 也比較冷 所以他常常 常常 有些女生呢明明是冷 他又喜歡吃瓜啦 吃那些什麼橘子啊那些的 所以就會造成他長期的 這種就是說你長期的吃那些 那種腳麻手麻 會比較手比較涼 冰冷 然後他這個呢就是 也比較容易貧血 所以平常要多吃一些造血的 然後要多運動 尤其二十化的人 這裡面這些筆劃是二十化的人 只要在人格的話 他是最不愛運動的 所以這種到最後都會比較 會產生肥胖啦 那你長期坐著又整天吹冷氣 冬天就腳麻手麻 所以有這些筆劃的人建議他 平常其實要多運動會比較好 然後多運動 然後多吃一些就是 紅色的東西比較能夠造血的 然後比較深冷的東西 盡量不要吃 就以後比較不會這樣子腳麻手 所以運動很重要 那這些要運動的話 就不要太激烈的 那這些呢就是要讓自己 就是運動到流汗為止 那才叫運動 而不是有啦 我都會去走半小時 那個還是沒有用的 好 謝謝老師 來來 小甜甜 就是說現在很多女生 有很多動作 姿勢不良 算是會影響身體健康的壞習慣 醫生有警告你哪些不能做 有嘛 他一個就是翹腳 然後再來就是 因為其實像我們這種胸部大 這不是炫耀我 我是真的滿大的 就是我們都會喜歡這樣鼓 妳多大 竟然她講的 講出來有多大 F F 他真的 所以我永遠不會遲到 我會F F 我都很美麗 我都很美麗 對 所以就是習慣性 因為會駝背這也不行 對 女生這個很可能 胸部胸部很重對不對 對 我好愛駝背 然後再來就是玩手機 我現在每個人都是 不管是你 你上廁所你也玩 然後睡覺的時候也這樣玩 然後沒事也這樣玩 我剛才玩完完 差點撞到攝影師 就是你習慣會一直玩 所以這幾個好像都會影響吧 因為手機 然後又低頭 這裡就會 然後又駝背 然後我又很懶你知道嗎 我真的是如果東西掉了 我不想要彎腰用手去剪 我會直接用腳剪的 是真的 我是認真 我沒有在開玩笑 就是比掉了 你腳這麼靈活 我就是從那時候訓練的 就是因為我覺得說 我覺得不要彎腰 我覺得彎腰好累喔 所以我就學習用腳拿任何東西 去拿任何東西這樣子 而且你知道我之前 我就講到那種什麼 那個 就是亂求醫 我什麼都求過 我有去找過一個醫生 他真的好沒禮貌 就是那裡是密醫 然後是一個歌手介紹我去 然後在一個很詭異的地方 然後是一個香港人 然後那時候幫我治療脊椎 他就先用拔麥 好像可以看到怎麼樣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累積到累 為什麼脊椎會受傷嗎 我就說為什麼 因為累積到大肥豬 然後他就說 我想問我這急什麼 他就說真的 他就說 因為累太肥了 累積到累的脊椎很重 還有累的小時候 累就去回想看看 累小時候是不是有被車撞過 飛好遠的囉 我真的有被車撞過 我真的有 然後他就說這樣 就是會影響 後來之後他就 他用把脈就可以講出這些 對 然後重點是他治療的方式很怪 他是拿那種東西 然後在頭上這樣 打… 他就用這樣子的通法 我也不知道 然後而且還很貴 那後來好了沒 不是 那後來有覺得咧 不是 後來我覺得他很濕 因為他就幫我祭牢的時候 他就一直說 還有要用起來 又有腰 他就一直給我這樣 然後一直到我的胸部 然後我就覺得很怪 他就說 那你下氣來 就不用再刮好 那你可以直接來 那我就覺得有點可怕 我就不敢去了 健康線在哪裡 健康線是從小指過來 這樣的一條線 健康線是最好是沒有 他回憶了 生活中有哪些不良的生活習慣 會傷害我們的執著 其實很多 對 就是剛剛提到 就是現在有人滑手機 然後使用電腦以前 就是只有說上班族使用電腦 可能會有電腦手 然後那個媽媽抱小孩 媽媽手 媽媽手 對 然後還有就是女生穿高跟鞋 然後還有背包包 因為包包大家都很重 其實這些東西都會 就是傷害到我們 背包包 那我們是不是常常用換邊 沒有 肩膀受傷這裡也會 因為有的是背的 有的是這樣勾的 兩邊都傷 對 我們會不太建議這樣勾 因為這樣勾 其實勾久了之後 你的手臂會變